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几个老家伙成了二月逆流的反党集团 你反党 既然是反党分子了 我这个班可能也得交了 丁总 国防科研离不开你啊 这个班你不能交 不能交啊 许算好 我现在 我还是共产党员 所以中央的决定 我得服从 对吧 对吧 可是毛主席啊 是了解我们的 我们革命了一辈子都不是为了自己 只要国家能富强起来 人民能过上安定的日子 我们受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呢 过去在战争年代 我们都没下过生死 现在仍然是 我抓科研工作 有十三年了吧 有了 我们认识 我们认识 也有十三年了 我感谢你 这么多年来 一直对国家的科学事业 都是关心 都是鼓励 谢谢了 聂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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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说 我在您手下工作时间里 是我一生做 最幸福的经历 你永远是我们科技人员的 聂总 随常 听了 要按杜总 听了 π 6 苏副政委 来了 苏副书记 苏副书记 好久没见您高兴成这样了 恭喜了 我能有什么喜事啊 苏副书记 是您有喜事了 你听我说啊 玻璃让我找你谈话 为了保障咱们国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实验 党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前学森同志向涅水推荐了你 决定由你负责卫星的整体设计工作 我是搞火箭的 搞卫星哪能行啊 县佛部长 这次太突然了 我向涅帅建议危难之际 一定要大胆启用和培养年轻人 中国的卫星不能再耽搁了 孙家东 你作为总负责人 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 我想先从组建队伍做起 契机部高导弹的 把有系统工程经验的人抽调一些 中科院原型搞卫星的抽调一些 把两支队伍尽快地融合到一块 优秀的人才两派都有 而卫星的发射 两派都想参与 两派之间要搞不好平衡点 就会有人出来闹 而且你用的人中 很可能还会有 出身不好 历史不清等等问题 弄不好 你会背上重用坏人的罪名 你怎么办 前副部长 那我干脆什么派都不考虑 就把那些能干的人选来 我这个卫星总负责人 已经是第四任了 前面三个都被打倒了 大不了 我是第四个被打倒的 孙家冬 我看重的 就是你这股闯劲 但是我还要提醒你 光不怕被打倒 还不行 一定要在不被打倒的前提下 把中国的卫星搞出来 这才是最好的结果 我是你们的院长 我坚决支持你 前院长 谢谢您 你们十八个人 都是孙家冬同事挑来的 你们都是有特长的技术骨干 研究卫星总体的任务 就交给你们了 希望你们 希望你们能成为 中国航天的十八陨师 为中国的卫星 闯出一条天路 好不好 好 现在战争 讲的是地海空战 要我说 要我说 还得加一个天字 叫地海空天 将来的战争 一定会发展到太空上去 到那时候 会有天军天战 研究第一颗卫星 就是我们的初战 将来 我们还要有返回式卫星 载人飞船 在这里 我要告诫你们的是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团结一致 坚守岗位 哪怕付出最大的牺牲 请记住 是卫星 是我们的航天事业 把我们联系到一起的 好 前副部长 我们是搞导弹的 不懂卫星怎么办 请坐 你们当中有些人 是搞导弹的 没有见过卫星 今天就利用这个机会 我给你们上一个 讲一点我粗浅的 对航天方面的研究 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个题 老师傅 老师傅 来啦 我给你开门去 好 到了 宋总 没搞错吧 这个地儿 难道就是卫星总装厂 没错 以后咱们的卫星 就在这个地方总装 好 不可思议吧 不可思议了吧 来吧 咱们先从打扫卫生开始 同一个夜晚 在为人造卫星奏响东方红乐曲 而呕心沥血的刘承熙 此时正在上海 可以开始吗 可以开始吗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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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结果这事 从吴海 总理 总理快 快休息一下 总理快 快休息一下 过紧这前 我请自理定了 让科学家 参加国庆活动的名单 其中就有赵九章 不是以我的名义发下去了吗 赵九章怎么没有来啊 差了没有啊 查过了总理 是科学院则反派 私自扣下了 总理 总理 我和九章是同一批 通过更款考试出国留学的 我去麻省理工学院学航空 他去玻璃大学学气校 他称得上是中国空间科学的电机人 他不该走得这么早 不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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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后 赵九章终于得到平反赵学 然而开追悼会时 竟然找不到他的骨灰 骨灰盒内装着的 是他生前戴过的一顶帽子 后来刘承熙在河南驻马店五七干校里 听到卫星上传回的东方红乐曲时 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主任 您来了 刘承熙 最近工作完成得不错 院歌委会啊 还表扬你了 只是开了个好头 下一步 这个音乐装置还得模拟太空中的环境 在真空状态下连续进行实验 院里头通知啊 你先把手里的工作放下 去河南驻马店五七干校 为什么呀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接受一下锻炼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吗 你啊 还是先准备准备 随时都有可能出发 几个小时的派与 哎呦 好 好了 有点烫 来 方云 你跟我说说 你们观测站的事儿吧 怎么样了 你连我都信不过 放心吧 我会替你保密的 中央群委下令了 让全国各大军区 在自己的地盘上休闲待战 那你们七零一呢 怎么办 毛主席刚劈过 让导弹实验基地啊 接管咱们七零一 以后就没七零一了 来说叫 导弹实验基地 第六实验部 专门负责全国卫星的测控 就是统一对各个台站 进行设计啊 控制 以及以后的使用管理 我听他们说 这第六实验部以后 有可能要迁到卫南去 这要是真迁过去了 那干扰就小多了 要搬走啊 卫南以后就是咱们 卫星测控的大本营了 方雨 是不是 还没人敢给你一身军装穿啊 我这历史问题啊 也就这个样子 说到底 只能怪我自己 是不是 当时想的太简单了 这国民党那边 让我过去给他搞无线电 我觉得能发挥自己的特征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去了 这好一去 这现在 说不定是躺得好好的 怎么起来了呢 你忙啊 你先忙你的 哎呀 挺苦苦的 哎呦 哎呦 说不定是躺得好好的 怎么起来了呢 哎呀 你忙 哎呀 挺苦苦的 哎呦 哎呦 方雨 他们打算怎么安排你 非常希望我跟他们一起去 你说他们都是一帮军人 我一个老百姓 军不军名不名呢 我自个儿觉得别扭 你呀 就别哄我了 不让你去搞测控 不等于是要了你的命吗 你去吧 我 不是 非让自己的丈夫穿上军装 我 我 我不愿意你受委屈 说明 我什么委屈都不怕 这些年咱受委屈还受少了吗 只要能把这个微信给放上去 咱这点委屈 就好比一束电波 微不足道 你去吧 你现在身体这个样子 我怎么放得了心呢 我是一个生物学家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身体 你就放心去吧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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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州 冯州 我们到了 大家下车吧 乔平同志 乔福参谋长 咱们六部就设在这山里面吗 这渭南呢是关东重地 地里渭也不错 咱们六部就设在这个 不过暂时呢还要委屈大家 还没有见好 就住在这个小学校的一间教室里 都这么话打个名闹 这山里娃呢都不上学了 正好给他们当营房一会儿 挺好 这山里空气好啊 好 同志们 我们到家了 客人到了 师父 我帮你拿了 你叫我什么 师父 小叫什么 这位可是大名 小伙子 你叫我师父我很高兴啊 这个称呼好 我喜欢 以后就说定了 就这么叫我啊 大伙以后叫我什么 师父 对 老陈啊 挑点艰苦 跟北京又没法比啊 我觉得挺好的 咱们过来工作 要不是来享受的 越安静越好 越安静越好 就是住山洞 咱这丑老酒啊 也觉得比咱北京带着舒服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还未升空 陈方允和他的同事们 就已经着手制定返回式卫星测控和回收方案的前期工作 而且他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绘制中国航天测控网的蓝图 小伙子 什么事 我找总理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汇报 总理在宴请非洲客人 你快去帮我叫他 快去 快点 他密宿 总理 什么事情 一下从南州飞往北京的飞机 实施了 都有谁在上面 顾永怀同志在上面 已经确定牺牲了 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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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河河河沿岸基地完成任务 执意要坐飞机回北京 为了生世间 没想到啊 他牺牲时 那里 怀里还抱着一个机药包 都给烧焦了 那其他科学家呢 其他人都是坐火车回到北京 都平安 他就算死了 那他就算死了 那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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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坏了 有坏东子 更坏了 有坏童子 以后啊 我过重要的科学家 尽量不要坐飞机 更不要急踪地坐飞机 是 总理 永怀回国后 我们一起创建了 中国的力学事业 永怀对中国的核武器 立了大功 我们失去了一个 好战友 好朋友 好东西 中国 失去了一个动良之财 此时的中国 再次面临着内忧外患 1968年8月 苏军闪电入侵 捷克斯洛伐克 让全世界为之震惊 也给其他社会主义阵营 不听话的国家 敲响了警钟 国际上甚至有人认为 莫斯科 这是杀鸡给北京看 1968年前后 苏联在中猛边境地区 部署完毕带有核弹头的中远程导弹 其目的 是为了有朝一日 摧毁中国的导弹试验基地 核试验基地 以及其他一些战略设施 1969年3月2日 苏联侵犯我国珍宝岛 两国的边防部队 进入了实战状态 两国关系 也进入到最危险的时刻 1969年6月5日 苏联组织召开 世界共产党会议 75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 聚集到莫斯科 苏共的主要意图是 驱逐中国共产党 宣布中国为社会主义大家庭 及各国共产党的共同敌人 但这意图 遭到许多代表团的反对 苏共的意图没有得逞 但是这个阶段 种种迹象表明 苏联正迫不及待地加紧行动 准备对中国 发动一场规模难以预料的核大战 苏联是蓄谋已久 枉我之心不死啊 过去我们打笔墨官司 打得不亦乐乎 我们不怕 现在遇到兵戎相见 也没什么了不起 天塌不下来 他们不是非常想进来吗 可以 我放他一马 但是要想再出去 就没那么容易了 前一段 苏联国防部部长助理崔克夫元帅 还有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 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惠勒 在五角大楼举行的会谈 根据陈毅 叶剑英 须向前 利荣正四位老帅的分析 苏联 很可能意图 联手美国 对付我们 我看 美国人会那么傻吗 他们会相信 不列任天夫吗 老帅们 还有什么意见 四位老帅还认为 中苏矛盾 大于中美矛盾 美苏矛盾 又大于中苏矛盾 为此 他们建议中央 尽快恢复中美花沙大士级会谈 缓和中美关系 尽快打开 握个外交战略的新局面 老帅们的意见 可以试一试 但是不要忘了 告诉越南等几位老朋友 毕竟人家现在还生活在 美国制造的水神火热之中啊 好啊 主席 总理 广东方面有一份特别报告 特别报告 是 他们抓获了两名乘游艇 进入中国临海的美国人 把他们当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 派来的间谍 给关了起来 现在呢 经过查实啊 这两个美国人是到 香港旅游度假的游客 结果误入了中国临海 现扔在关押中啊 让他们立即放人 是 等一下 通知有干部门 让我们的报纸电台 大张旗鼓地宣传一下 是 总理 美国国务院 对这件事的反应是 立刻宣布放宽 对中国的贸易 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中美两个敌对了近三十年的国家 彼此抛出了橄榄枝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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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 不能再撞了 卫星已经大大超重了 孙总 这是我们二使的 其他哥哥都已经撞上了 我们谁也不能落后对不对 谁要是反对 谁就是对毛主席的老人家不忠 这样 卫星不能超重 凡是和播放东方红乐曲有矛盾的 一律让浪 那些毛主席向张谁也动不得 钱院长 你得想想办法 赵总理去 来 总理啊 学生同志 总理 你好啊 你好 你好 给你介绍个人 这位是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负责人 孙家东 总理好 你好啊 年轻的卫星转家 还是个小伙子嘛 是啊 很年轻啊 好啊 好 请坐 好 坐吧 好 喝水 好 喝水啊 总理啊 卫星出样基本完成 我们赶来做汇报 好 好啊 那颗检验星 已经完全完成了模拟环境实验 星上的各个系统显示基本正常 下一步就是在此基础上 完成发射型的总装工作 好啊 好啊 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面埋藏了很长时间 难以启齿 不知道是否应该讲出来 难以启齿 有问题就是要讲出来吗 说吧 说吧 总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很多卫星的仪器上都相上了毛主席向章 可这增加了卫星的重量 使火箭的运载余量变小 影响卫星的散热 上天以后 对卫星的姿态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您看 我看 可以不要吗 你们看看啊 人民大会堂里 也不到处都挂毛主席像啊 政治挂帅 就是要把工作做好 也不能庸俗化呀 高卫星是要讲科学的 你们回去以后啊 把这个道理给大家讲清楚 总理啊 有你这句话 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喝水啊 哎呀 我们国家有这么年轻的火箭专家 卫星专家 真是我们的福气啊 是啊 谢谢学生同志啊 哎呀总理 哪儿的话哪儿的话 这是最大的财富啊 是是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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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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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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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事不会是空穴来逢 不许 陈衣 等四位老总判断 如果苏联动手 他们发动核打击的事件很可能是在我们国庆节自己 所以四位老帅他们建议啊取消以往形成惯例的群众大机会 还有国家领导人不要在天安门城楼料想风险太大 苏联的核弹一旦飞来有效的防御时间不超过五分钟啊 制作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